老師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們在用農藥的時候 農藥都會標示一個是西式倍數 一個是每公頃的用量 像我們會用一些營養劑 像玉米樹有的沒有的 那他營養劑的話有沒有說比照農藥這樣子說 就是每公頃的用量 除了西式倍數之外 還有一個是每公頃的用量這樣子 老師這樣你聽得懂嗎 有 還有第二個問題 老師 那不可以麻煩你說一個非裔生產區 因為我覺得我都有種感覺 要做到非裔生產區 好像就是說 我們農民要 要這樣子活不下去了 才可以做到非裔生產區 謝謝老師 還有感謝老師上個小時講那些 老師你已經講了六七年了 可是上面那些官員 那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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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太不安 啊 一言難盡 再見再見 好 來 老師來 我們先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 非裔生產區 這是自 tego世界貿易組織 Ewto 而 目前大概就是說 嗯 全世界差不多有100幾個 超過150個 到底幾個也不知道 其實台灣大概在2002年 所以你才知道 我們那個片頭大概差不多中間 有人說應該可以換WTO 其實我想讓它存在20年以後 再來給它換那個片頭 心裡有小小的期許 在WTO裡面有一個規範 就是因為我們是WTO 世界沒有做一個規範 不是國 我們是規範 會員之一 不是會員國 這兩個規修還是有差別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 因為我們的規範 所以我們在農三平原木役的當中 它有相當的一個管理和義務 就是說必須要去遵守到這個 食品、衛生、減減、角度、動、 減壓的一些這個規範 一個規範 並說像職務保護公約 這個國際的這個 這個職務保護公約的IPPC 還有這個檢疫 防疫檢疫的這個標準 ISPM 這種東西都是全世界 大家都是有一個共同的 有一個標準裡面 這個編號第四號 就是說建立肥業区的一個要件 就是說經科學來 跟科學的政府來證明 沒有某一種特定有害成本的發生 而且這種狀況適當的 有關風來為它維持的這個地区 就是說要去證明 這種的一個非疫區 這種就是非疫區 現在各國的一個這個 當然就是說 如果是關風的一個組織 就是說 有一個類似像我們的一個防疫檢疫局 還是說 他就可以在河上 甚至有一個職務 來幫他執行到這種的一個保護 因為你有這種非疫區的證明 你就可以有一個這個 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去反賣 可以很容易來這個輸出 輸出一種 所以就是說 希望這就是 因為在WHO裡面 有很多這種 美國可以去抗 比如說像日本 抗我們的牛頂鑑結尾 最簡單的就是說 你是國食營的 東方國食營的這個疫區 所以你不可以來 你要來就可以 你把它找到熟 你這個牛頂碰到目角 你都把它找到熟 根據我的條件 來把這個 鑽子我們也是這樣去把它吹 這個奶雞有些 這個 杜蟲這種 荔枝 他就去把它吹 吹到熟 比較多 當然這是一種的這個 這個保護 所以什麼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要 你要去建立一些 他要根據一個 一個叫做一堆十號的 一個標準裡面 他要一個非疫區生產地 跟非疫區生產的一個 這個要件 這個有一個 一種基本的一個要件 所以現在我們簡單知道 他就是說 是一個 國際上的解決標準 這個東西 就是說這個生產的一個 這個所在呢 它是一個非疫區 沒有某一種特定的 這個 這個 這種 這種 平原 這個通常是有 一種的 這個 概念 就是說 你要建立 你是不是要有一個 風險的一個 要怎麼可以去做 非疫區的 非疫的 這種 觀念 就是說 我這不是這個藥区 我這個區域裡面 我就是有這個 光控 它不是一個藥区 沒有一個特定的 一個 這個 這其實對 政府和政府的產品 這沒有特定 有害成本的 這個存在 你就可以 可以 複合這個 這個 這個 出口 說真的 要做這個 這個 非常 非常 這個困難 一般來說就是說 你要去建立 這個 要去建立 你來就是 如何去維持 維持 這個 維持 這個 這裏 我們簡單說 我不是 果實營的疫區 你要怎麼去建立 非果實營的 這個狀態 要怎麼去維持 它的存在 要怎麼去確認 它的這個文材 再來 它的 產品 這個文書 在這個區域裡面 你要怎麼去保障 這個 這個流通 這個頂頂的疫苗 大概是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有這種 這個 這種 做法 所以這 這有一點複雜 不過 這在這裡 我們可以跟好朋友說 我們可以找 真的可以去找個時間 這很久 這 其實這個 很 很早了 這差不多 在 兩千 空 空三年 空四年 那裡 那裡 這裏 這裏 在此 一刻 有幾乎 因為 對此 有優勝 所以 拿出來 大家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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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般在臺灣要做這個 真的也沒有那麼 沒那麼簡單 這個非疫區跟非疫區生產地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他們執行的這個 非疫區就是這個東西在這個區域裡面都沒有 但是我怕這個 如果像我們臺灣 我們臺灣就是國食營的藥區 我們要申請非疫區當然很困難 但是我心裡可以有一個地方 把這個國食營 我如何控制 我如何維持 我如何建立一個非疫區的生產地 這種就比較容易去做 大概就是這個環境裡面 有可能比如說它像有自然的屏障 或是說因為一個 比較大的緩衝隔離帶 這個頂端你如何去做到這個附近中間 去把它架開 這種就能建立一個非疫區的生產 這通常是有法度 就是說確實是有可能 有可能是這樣來建立 這種做這個有什麼樣的一個好處 這種的一個目的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說你可以 有可能一些東西要外銷 要創下 都有這樣的一個未來 有這樣的一點點機會 就是說比較不會去 因為這個疫區 去讓人家把他卡住 並說像木櫃 木櫃通常就可以建立一個 並說像木櫃 要如何去做一個非疫區的生產 因為這裡面最主要是台灣是東方國石營 跟瓜石營的一個藥區 這兩個在木櫃裡面都有危害 所以我們出口都要接受到這個檢驗 但是我們現在如果說像台灣 木櫃裡面是沒有政治方式 我們如何可以去拜託 說我這個就沒有了 這裡面就不可能有這個 沒有這種的一個 所以你是不是要如何去做防衝網 做這個防衝的水閘門 或是什麼樣的 讓這個果石營、瓜石營裡面的 這個紀錄就很少 所以是不是可以 審計做一個監測 比如說我們用這個 寒毒食育燃香油 去做一個果石營跟瓜石營的感觸 來給他了解 就是說你剛才說的就是說 你怎麼去建立 非疫區生產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你從哪裡去建立 你如何去維持 你如何去感控 這大概在這個觀念裡面 就都很有這種做法 所以如果能夠這樣做 當然我們就能夠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種小小病 像這個蝴蝶籃 蝴蝶籃就是一個 很標準的一種非疫區生產的 一個方式 就是說我們要如何做一個 這個肥仔褲的一個性善 簡單來說 就是說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如何去維持 這個未來就是比較有機會 就是他比較有可能 有這個機會 要做外銷的時候 比較不會讓人 因為 這種就是說你 因為這些東西 會一個 去用卡住 簡單說 你這個果石營疫區 但是因為我這是非疫區生產 所以 這種的一個 這個 可以去做一個 非疫生產 不是非疫區生產 我們是疫區 我們做一個非疫生產 就是說 這個裡面我已經幫他做一個 這個觀控 這種起來就比較不會去用 因為這種的一個原因 讓他卡住 在小小上就會多了一點點的機會 這通常是有這種必要性 在國際上大概 就有一點機會 對著說我們要出口的時候 這種通常就是代表 有一個 因為理會疫區的一個生產 就代表說你這個東西 有辦法去 生產管理 或是說白糖海 或是說這個 我們的一種 農產品的一個追溯系統 這個頂頂的 都有辦法去來建立 這通常就能夠 就是對鄉鳳民 都有一種很好的 一種 會有這樣的一個好處 簡單說是這樣的 所以很多 這很多 因為像我們小番茄 很多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是疫區 所以因為疫區的結界關係 我們就沒辦法來給它這個出口 這很可笑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建立一個 就是說雖然是疫區 但是我們這個病 我們就是設一個區域 就是說可以去做一個監控 去維持 先建立 還可以去維持 然後來給它確認 感控 就可以有相關的一個生產物件 頂頂的來幫它做 這當然 要做這個工作 就是要先跟我們一個 跟人說 我個人認為說 要做這個東西 其實也不是很困難 這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可以第一步 我們先建立一個 目標的一個三頁 例如說我今天要做什麼東西 小番茄好 小番茄要做外銷 是不是我去做非易生產的方式 還是說我今天要做木瓜 我沒過是不是我去做非易生產的方式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我們可以去做 大體上呢 是這類型的經營 簡單說 它的性善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努力 所以剛才410所問到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基本上有可能 最重要 就是要去選擇造物的目標 這在台灣來說 什麼東西要列入造物的 是政府去造造物的時候 在台灣是很複雜的 這裏面我們就說到很多 反正 很複雜的東西 所以 有時候這就是一個民主社會 我們必須去確定的事情 但是簡單來說 在台灣最容易做的就是 在設施的食肆裡面的作物 比如說像木瓜 其實這個有辦法做 這個真的不難 還有一個就是 在設施的小番茄 為小番茄來開始 我們可以做洋香瓜 我們可以做什麼 比如說韓國的 這個鍋子要買回來 我們這邊的時候 為什麼他可以過來 這個韓國 他是不是 果實營的這個儀區 我們不可能去咬 但是為什麼他就很容易可以進來 因為他就是 他們會採出他們 非易生產的一種模式 在韓國要做這種東西很簡單 因為他們很冷 所以有時候 稍微一個冷的 就給他冷死了 所以 他們在這方面的一個感控 其實這裏就是一個出口國和進口國的 一個相互之間的信任 所以 我們在做這種生產履歷 我們都一直在強調這個履歷 這個全農藥 沒有全農藥 一直糾結在農藥上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更重要就是說 我們是如何去管理這些東西 去管理這些事情 這簡單說就是說 一項這個工作的我們在做 不是說我今天跟你說 我這個沒有農藥 都不敢騙 你如果沒有去檢查 你如果沒有地費 你真的沒有用 不然你 如果沒有去檢查 什麼叫做沒有農藥 還是說我這個農藥 用真酒 什麼是用真酒 所以有時候這個東西就是 很難 這大概 會去講到這些問題 但是 真正糾結是在那個地方嗎 農藥的問題 其實是這個 平海管理的這個部分 我們要出口的時候 其實我們台灣的 這些農藥殘留很容易過關 但是 最容易遇到問題 其實就是疫區的一個限制 你就是你們有這個疫區的一個陷阱 所以這 在這裡就開始 來跟他 並說像我們台灣 台灣原地 褐蹄疫的發生前 我們台灣是不是這個 在這裡一年內賣日本 還賣蠻多的 在當初算起來也很不錯 但是褐蹄疫以後 這個價值當然 因為我們沒辦法去 沒辦法過去之後 這不是這個褐蹄疫的疫苗還是怎樣 所以 好不容易 我們現在就是說 褐蹄疫已經控制掉了 但是 有時候這個褐蹄疫 大家很緊張 吃下去還沒死人 那是在煩惱什麼 但是 這有可能很不容易 讓我們這個褐蹄疫 控制掉了 但是 現在變成 再來一個新的疫病 這個東西 如果開始的時候 對到我們 是不是 臺灣的這個褐蹄 來看起來 是不是有辦法 來外銷 原地可能褐蹄疫 我們很不簡單 可以開始 但是可能 國外可以接受到我們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現在來 是不是 到時候 可能 會有一點點 這個問題會出現 這不是一點點 很大的問題會出現 所以 這個嚴重是嚴重的 這個地方 但是褐蹄疫生產 其實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們臺灣的褐蹄 如果不夠大廠 做褐疫生產 其實 也沒有那麼的 那麼的容易 所以 這個 有時候 確實是 很 很難的 很難的 這個地方 所以像很多人 在看中國大陸 他們的 性善的一個 基地 動不動 就很大 例如說 在臺灣的角度 我們要看 瀉的 創得那麼大 但是 為什麼他們要創得那麼大 我們聽眾朋友 其實我們是不去思考到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今天是為了 這個 一分塊 不要說一分塊 一家東去 新區 做一個 非疫生產 和一百家 那兩個概念是一樣的 你知道嗎 你要 投入的一個成本 你要投入的一個關口 其實這兩個概念是差不多的 一百家 一家 差不多 所以 他一次 尤其像 我們 他有去把他精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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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算過 一棟運輸 是什麼樣的 一個 管理 什麼樣的 面積 是最大的 一個 平行 的 一種 面積 到底是多大 多小 我們是最好管理 所以 他得出來的 這個結論 就是7公頃 7公頃 大概就是一個很理想的值 然後上下在20% 不要超過 是一個很理想的值 所以你看看這個7公頃 上下20% 你乘以20% 0.2% 差不多 這個 7再加上0.2 所以差不多 8.4公頃 所以你注意看 在台地 荷蘭的運輸 基本上 他們都會去 遵守 在這個面積裡面 然後 有的比較多 可能差不多10公頃 但是10公頃 裡面 可能還有 1公頃 比較多 配合的一個 例如說 你要放肥料 你要放 肥料湯 你要放水湯 你要放發電機 你要放什麼東西 這個包裝的一個空間 這都給他這個設計 在裡面 這樣差不多10公頃 10公頃 他現在做一檔 一檔起來的時候 這個區域 就可以做什麼東西 非易生產 所以 雖然是藥区病 說像這個以色列 以色列 他們是很多地方 他們都出口 為什麼有辦法出口 他出口的解決原因 其實他們就是利用 這個非易生產 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簡單來說 他也是很多這個病 但是他現在就是利用 一個我這檔 我就是去做這個東西 做一個非易生產的這種觀念 因為這個業者也有辦法去接收 他們去幫他做一個觀控 人家可以做一個比較 環境的一個觀禮 如果這樣他們做消息 就有辦法在歐洲 就可以去引動 但是我們台灣要做這個非易生產的 我們最大的困難 就是說 我們的民族很小 我們也沒有這種很激動 如果是做專業區的時候 也沒有這種非易生產的這個觀念 所以 這個部分來說 也沒有說很成功 這幾年 做得最成功是什麼 中國大陸的一個蘋果 他們這個朋友做非易生產 他就是一個區域裡面 他統一去幫他做觀禮 這花多久的時間也沒有太多 18年 他們為了要做這個工作 總共用了18年的時間 去給他做這件事情 這在這種共產主義的一個國家裡面 這種東西算少人家去做 但是他真的去把它做了 而且他也幫他做一個很完整的 所以現在有一些東西 不是只買蘋果汁 他的蘋果可以在這個歐洲可以去銷售 所以 但是有時候在看很多這些事情的時候 不然想要給好朋友知道 這個重點是說 人在想什麼 我們要真的去懂人家在想什麼 所以 很多人說笑的 我們是大廳 為什麼 他們在想什麼 其實他就是要 像在甘肅 在新疆 在山西這邊 為什麼他們去把蕃茄 生產甘肥 去搭大棟的這個問題 一棟就是十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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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棟尾 一個棟尾 他要做什麼 他們就是要把這些東西 賣過歐洲 這條鐵路已經通了 所以他為這個 新疆這邊 歐洲的時間 就是三到四天 他這個東西 就已經到歐洲 一個中心點的這個地方 他只要是有辦法建立 這個非裔生產的時候 這個東西 他就有辦法不會歐洲 他們要愛的是要愛這種東西 所以 人在想什麼 人在做什麼 其實都有一個步驟 都有一個方向 一個腳步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起來 好大是說 我們很多人去看到 做到二二落 但是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一年一年一直在進步 這一步一步一直起來 所以在這裏 要跟好朋友說的是 很多事情我們去看 為什麼有時候 我們 我們帶很多 我們提供朋友 去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說 往正面去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去知道 人在想什麼 他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又是什麼 這點也很重要 是不是這樣 我們到底是 我們如果是 匯匯都來用 這通常就很好 當然 現在這個非裔生產 這種的一個 非裔區的建設 當然是很好 但是你要建設 一個非裔區 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就是做一個 非裔生產 就是說我這個非裔 我不是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去做一個 這個行政 這個通常 就很容易能夠 可以達到 當然這裏 特別是這個原意作物 特別是 尤其在這個石石 裡面 做我們的 經過容易 來做的 所以 我們在這裏 可以去 但是 就是說 目前我們台灣 要去做這個行政 我們面臨最大的 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的一個高附座指數 所以 到底 其實最有可能 去做的應該是 目規 比如說我們把這個 目規 某些區域 做一個連片 把它做起來 用這個網 把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 這個地方 可以刷上 你只要管理上 是有到位 所以我們可以去做 這個行政 一個申請 通常市 這種行政 所以在這裏 可以給我朋友 大家了解一下 因為最近 非洲主委 有一個問題 有人說 非洲主委 是在經濟成 這種就是我們 常常說的 非裔區 和非裔生產 就是說 我們是藥區 我們是藥區 就是做一個 某些區域裡面 我們還是有辦法去 以生產體系 還建立一個 非裔區 生產的一個單位 這個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 剛才410在說的 就是這樣的一件事情 這是照到這個機會 這個大概我們 十五六年前就講過了 這很早以前 都有這種的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 好像也沒有人去在意 大概十幾年前 我們就跟聽眾朋友說過 其實台灣沒有農業政策 我們沒有農業政策 所以我們的農業就是保祖 改成農民就是出事 就是要出來討 所以很多官員 他們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反正 我就把這個保祖創好 要選擇就要選擇 就要回到我 這個運勢保祖 這個農業保祖 這個保祖 這樣就好了 到時候 到時候到時候要選擇 我就來跟他拜票 他就說 這個進政 這個保祖 這樣不知道有損失嗎 有 真的損失 我現在要選管長 你也要把 我們班的 我們社長 也要把我們盜集齊 這樣 反正就選上了 其實呢 有農業政策嗎 沒有 因為這個工作 不是一時間就做得起來 這不是一時間 我們中國大陸 蘋果 要建立一個非裔生產 用了18年 咖啡米 做得比較快 大概7年 所以現在呢 一車一車的咖啡米 開始往歐洲去訴訟 開始送出去 送出去 這裏面很多是荷蘭島主委公司 很多是這個 以色列島主委的一個公司 他們聯合來做這些工作 用的所採取的是什麼樣的手段 就是利用這種非裔生產的手段 我們台灣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其實是可以 但是問題是 我們這種小農的體質 體質之下呢 我們要做這種東西 可能還有一些比較聰明的人 因為至少這15年來 這十幾年來 然後 並沒有辦法去想出來 一個更好的方法 可以去執行這個工作 這個進展我們在說這個國務博客 在說這個木櫃的一個性善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那是要做什麼 其實我們的目的在做什麼 就是希望說 雖然我們是國時營的這個藥區 但是我們的木櫃要外銷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這種概念 來給它表達 我們是一個 這種在國際目的裡面 在導體的規範裡面 我們是符合這個 為它性善的一個模式 這是這個原因 但是呢 這個好像也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 簡單 這個以前我們老婆 聽說的一句話 如果好做的 都讓別人做起來 都不夠我們來做 所以我們 有時候對的這個事情 就不用那麼的揪心 不能覺得太多 因為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如果願意去做 就會有機會 願意去做 只能想到困難 比如說像我們學員 都想到這種困難的時候 那不好意思 我們很多農業上的困難 它就是永遠存在在那裡 但是 真的沒辦法去解決 有 確實是有辦法去解決 但是 有時候我們發現說 政府在整個事情的時候 都是挑 這個 人應該說是挑軟的吃 但是我覺得 我們都挑最硬的吃 我們在做這個有機 做這個有機生產 其實我們做出來 這個有機農產品 又能夠怎麼樣 如果我們國內 如果是沒辦法 把這些有機農產品消費掉的時候 這有機農產品 有辦法外銷 沒有辦法外銷 為什麼這麼好的東西 沒辦法外銷 因為我們是疫區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 要外銷的時候 沒有這個有機農產品 抱歉你疫區 你沒辦法銷售 所以 很多工作 我們正常在做 但是 聽起來很好 這就是 我們在說的 叫做文青治國 因為這個有機是一個 非常理想 這個工作 我們 一直可以去做這些工作 好 這個就不扯遠了 這如果再說下去 大概三天三夜會講不完 但是在這裡 其實要表達一下 就是說 讓好朋友知道 410在說的是什麼意思 讓聽眾朋友可以了解 也要去思考 我們農業的未來 大概要怎麼樣的往前 我們還是要做外銷 這個做外銷 不是說 今天我開心要買出 就要買出 這麼簡單 人家就要買 隔壁菜要銷售一本 什麼人要把我們買 這個部分 很多 這個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這裡 這原因是這樣 這給我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好 其實 剛才 真的 農業栽培技術上的問題 這個反而是容易解決 其實在農業 他通常都會標示兩個 就是說一個單位面積用量 我一公圈 一般都是用公圈做單位 一公圈裡面 差不多是用多少 這個量 另外一個 他可能會去說 你來泡幾倍 這兩個的意義是有一點點的 沒有什麼一樣 因為 這個 單位面積的用量 就是說 我希望你如果在營的時候 這個面積裡面 用這些量效果會比較好 這是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這個稀釋 這個稀釋 這個背數就是說 這個背數裡面 他就是很安全的 這個農業的量 也不會超過太多 這個量 當然你要多一點點 可以 大概他要表達的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他是一個安全的 這個 通常這個背數 是一個安全的 適用的這個背數 對作物是比較沒有這個傷害 對這個作物是比較沒有這個傷害 所以你要看有時候 這個稀釋的背數 很高 五千杯 六千杯 但是你要怎麼可以把他噴得很少 這通常就是這個技術 但是你如果是 把它噴得比較重 有可能 他就抑制作物的一個行動 這通常有這種問題 在這個 我們一些營養劑也好 還是說這個葉面肥也好 我們真的去算這個單位面積的用量 通常我們都會給你一個 這個背數 因為這個營養劑有很多 有時候它就是 依蝕質的比較高 所以你沒有一個 適當的蝕質倍數 你把它噴下去 高高 噴下去 有可能它就割起來 會産成這個背胸 所以我們請客 你跟聽眾朋友說 其實我們這樣說 有胸有胸 有胸的機會 通常比背胸的機會 比較少 很多都是背胸 比較大 或是說 這個 這種 斬酌劑 斬酌劑五千杯 你如果用三千 有可能 運動 比較高 所以這個牽涉到 這個背數的問題 所以 我們在用 這個 葉面肥 在用這種 生物刺激劑 通常我們特別去強調 這個背數 比如說 用玉米素 用五百杯 八百杯 都有效果 你如果說 我用五十杯 不知道怎麼 五十杯 我們有刺激劑 也沒問題 這種東西 當然就是說 它就沒有這個 三型背胸的一個 機制 它不會去夾 它不會去夾到 簡單來說是這樣 所以 它這個用量 要有多少 比較有一個 這個效果 其實它這種東西 多用 效果當然會好很多 但是有時候 有可能的過頭期 跟某一個 胃都是這樣 跟某一個量 它就沒有這個效果 在通常 這個量的容量 容許的這個範圍 很大 並說我們用這個榮林菌 你要是要灌頭的時候 因為你直接 隔離做物的漲 用完粉 隔離做物的漲 也沒關係 所以我們在營的時候 你就背數 比如說 十杯 二十杯 一百杯 一千杯 都可以 但是 我們可能更簡單 可以去知道說 一分多裡面 到底用多少 有效果 所以我們會跟你說 一分多用五百劑 一包就是用 兩分多 大概就這樣的一個 用法跟用量 這是我們有去改的 平股過 像這個葉面肥 可能就比較沒有必要 跟這個部分來用 這是來用 這個 就沒有太大的 這個 這個 使用的方式 所以 得手 是都比較少 比較少去幫他 處理這些問題 就是說 到底這個 營養劑要用多少 因為他可能 還未用到量 我們可能希望他一分 用10公斤 但是還未用到 10公斤的量 你噴到便宜 就已經被剩下了 但是 我覺得這個舉的力 當然不是很好 這個意思是要跟我們 我們可以表達的是 很多這個倍速的原因 都是因為 它是一個 安全的使用量 比如說像這個 玉米樹 其實我們有去算過 就是說 在一分地裡面 一分地裡面 大概是多少的用量呢 會特別 大概是200 200毫升左右 一分地 如果是有200毫升 每一次 如果有200毫升 它的效果就已經 更加起來 就沒有增加的效果 這個毫升 大概在150毫升的時候 你就看到 他很明顯的這個毫升 就是說一分地 如果用過50毫升 50毫升 隨著用量增加 到200 可能會有一點點效果 但是超過200 就感覺不出來它的效果 所以 這有時候 是我們在應用的時候 可能就是說 要稍微注意到 簡單來說 是 有這種情況 在裡面 所以 這就是我們用背書 會用背書 用背書 來做使用 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大概是這樣 這個情況 剛才好朋友問說 50毫升是什麼情況 50CC 50CC的玉米樹 大概我們噴起來 就是說 如果是一分塊 你噴兩湯 一湯差不多25毫升 這個效果就很好 所以我們把它訂一千倍 是這樣把它訂下去 有的人用比較重 用到800 有的人用更重 用到500 有的人用更重 大概是這樣的這個經營 這個 效果上 可以讓我和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這大致上 是這樣的經營 提供給我們聽眾朋友 稍微知道一下 嗯哼 再問我 接著 這幾個字 有的 是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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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